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自圣玛窦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至四十三节 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 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 请把田间有资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 他就回答说 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 田就是世界 好种子既是天国的子民 有子既是邪恶的子民 那撒有子的仇人就是魔鬼 收割时期既是今世的终结 收割者既是天使 就如将有资收集起来 用火焚烧 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 人子要猜测他的天使 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 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 扔到火窑里 在那里要有哀哭和怯耻 那时 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 发光如同太阳 有耳的听吧 弟兄姐妹们 有子是使好种子变坏的思想 也是使人跌倒的 作恶的人 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万物因着自身的特性而光荣天主 我们每个人 本来出自天主的肖像 是他所特爱的对象 在万物跟前 人类有着特殊的地位 治理大地 管理万物 可以说 人是天主的使者 有子的出现 打破了和谐的秩序 使这个世界成为光明与黑暗的对立 正义与邪恶的对立 更造成了家庭的分裂 和对个人思想的影响 没有办法 有子 已经在魔鬼的主导下 变形各地 衍生了更多的有子 促使人 跌倒犯罪 被邪恶的思想所充满 害人 害己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如何避免 有子的 侵袭呢 首先 我们应努力 躲避犯罪的机会 比如 有朋友或同事 找自己一起打牌 打牌 本身是一种娱乐方式 不过 你知道 他们不仅是打牌 而是为了赚钱 这时候 你当勇敢的拒绝 为了避免陷入犯罪的危险 其次 珍惜身边的友谊资源 充实自身的内在境界 耶稣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为使你们 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与主在一起 必然能够得享 来自天上的好消息 使自己的内心 更加充实 对天父的信心 更加坚定 最后 在这良有不齐的社会中 以我们正义 而又内心强大的 爱的力量 以及与主的合作 在他的助力下 面对有资的诱惑 阻碍 伤害等 坚定自己的思想 避免使自己陷入空境 也因努力帮助他人 脱离有资的残绕 成为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一起 同心合意祈祷 祈求主 眷顾这个世界 圣化 每一个人 使我们 不自跌倒 陷入魔鬼的圈套 不自跌倒 不自跌倒 PremiumMe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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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iumMeat.com